我认为台湾当局有些人借乌克兰问题来蹭热点和碰瓷是不明智的行为 那么台湾的确不是乌克兰 台湾从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台湾地区的和平取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而不是摇尾起连 指望外部势力售卖武器或者提供军事支持 台湾只能是死路一条 对此任何人都不应该有任何的误解或者误判